艾草這個東西就很奇妙 當初我們在申請的時候 那邊有 然後路上也有 可是那是有實節性的 再過一陣子等說 計劃下來說你們通過了 我們再去看的時候 都沒了 被移除了 噢 計劍舞 還有呢 學校外面 學校外面都有艾草對不對 很多耶 好 那誰可以來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艾草放到我們的板裡面 那呢 你可以上來講一下 要怎麼把艾草處理成可以用的食物嗎 一開始要 先把艾草 先收集艾草 然後洗一洗 洗好之後 要洗很乾淨 再放到鍋子煮一結 問 這是哪裡 太極廣場 好 請坐下 然後你們剛剛說這個是 太極廣場 太極廣場 那裡有誰在那裡運動 嚴嚴奶奶 噢 嚴嚴奶奶 上一次我們去哪裡認識他 他們在幹嘛 因為我們都不是新竹人 在新竹這個地方啊 常常帶小孩去進行活 會發現 其實小孩跟那裡周遭的社區的民眾 好像有點陌生 那是不是可以帶孩子 跟他們有進一步深入的交流 可是這個進一步要怎麼進一步 那我們就想到食物或許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橋樑 沒有禮貌喔 好重 我不覺得重啊 我一個人 影響那個艾草粿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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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弄那麼好 阿嬤可以喜歡吃艾草粿 你要分享給我嗎 你覺得有點想吃的嗎 好好吃 來一點 我們會再來 好 再來找你們 我們再一起來運動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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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往前走囉 你們要脫下草也是可以吃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拿來泡草 拿來泡草 好香 好香 好 來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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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好今天要來金星湖分享 所以我們就帶著孩子去認識金星湖 有哪些食材可以把它融入在好吃的美食 然後透過這個美食去跟人家分享 然後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這樣子 對 然後會選擇艾草 是因為剛好結合就是新竹這個地方 很多就是他們都會拿艾草 然後也有一些會用薯菊草 然後拿來做成櫃或者是板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文化的意義層面 所以我們就想說 這個或許可以讓孩子更進一步去了解說 原來以前的人他們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成好吃的食物 然後這個東西都是他們生活周遭所接觸到的 之後我們去金星湖的時候 種花的人他就有講到 原來是季節性 他們把它種別的東西把它都除掉了 可是呢它的根沒有除 它的生長性很好 它有一點像野草 它就自己再生出來 然後小朋友也覺得很有趣 因為那個是有味道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金星湖 除了認識艾草以外 我們還認識其他可食的植物 老師 一開始老師們鎖定艾草這樣的主題 其實我們也都會有一點擔心 我覺得老師真的很認真 就是創造更有機會 包含我們的廚房阿姨 我們校園裡頭有相關的植物 都會去幫他們採集 包括我們營養師 究竟能不能料理這個東西 就大家一起參與其中 這是我們找到的 這裡有什麼 這裡 葉桃葉 葉桃葉喔 當你點燃一個火種之後 它就會慢慢的燃燒起來 然後就變成一個全慢性的方案 為什麼喜歡吃艾草 因為它的皮很好吃 對 皮呢 皮很皮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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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最喜歡吃艾草 還叫媽媽要做 我 老師一開始在做艾草的時候 他還沒有跟我們說 他要投這個計畫 那我們是到寒假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有這個計畫 那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的小孩子啊 就是在學校 老師可能是先給他們吃現成的艾版 那回來之後他就跟我說 媽媽艾版好好吃喔 你可以做給我嗎 我想說天啊 艾版是什麼東西 你第一次吃是什麼時候 是在學校吃的嗎 人生第一次聽到艾版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去查 那查了之後發現 好像沒有很困難耶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樣子 只能壓一下 不能壓太扁 壓一點扁就好了 然後 然後捏個碗 不能有薄度跟厚度 就剛剛好 我就覺得他們很努力 要把這東西做好 他們花很多時間練習 然後到最後 他們真的把那個艾版包進去 那個成就感 是他們自己做完的 然後回去還跟媽媽說 媽媽我可以煮一道菜給你 對所以我覺得是還蠻感動的 對 所以你們現在都可以教其他的班級 譬如說太陽班啊 譬如說藍天班他們來做艾版嗎 你們可以當小老師了嗎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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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